刘培燕的英文教室简易表达篇 第二九集 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把一个英文句子讲出来 比如说 有任何风险吗 怎么讲 我买了新裤子跟裙子 烟火很壮观 把榆林刮掉 不要把这个 这个字 不要把那个 夹抠掉 夹就是那个 皮肤破掉了后面结疤 结痂 他家的起居室好宽敞 我车子在停车场 你有何意图 我弟弟可以唱高音 这个首相 或者院长 行政院长 首相辞职了 这是我目前十个YouTube的频道 我们就用最简单的方式 因为我们这个是最简单的 我们另外还有一个这个 一般的 使用绘画 就可能句子长一点 难一点点 有任何风险 我们可以用简单的讲 Is there any risk? Is there any risk? 我买了新裤子跟裙子 I bought new pants and skirts I bought new pants and skirts 英国很壮观 The skyrocket is fantastic The skyrocket is fantastic 把鱼鳞刮掉 Scale the fish Scale the fish 不要把家抠掉 Don't remove the scab Don't remove the scab 他家的起居室好宽敞 The power of her house is roomy The power of her house is roomy 我车子在停车上 My car is at the parking lot My car is at the parking lot 你有什么意图 What's your intention? What's your intention? What's your intention? 我弟弟可以唱高音 My brother can sing a high pitch My brother can sing a high pitch 手向辞职 The premier resigned The premier resigned Resigned 有任何风险 Risk就是危险 也可以是风险 Risk 这个字 也可以是动词 承担什么风险 我们说有没有 我们不要说have 有没有 There is There are If there is a risk 有没有任何风险 Danger也是危险 Danger也是危险 Risk也是危险 但Risk 它比危险的可能性低一点 就是有一些风险 有可能潜在的一些危险 所以Risk可以说 潜在的危险 那Danger就是真的有危险 它真的有危险 而且是蛮可能发生的 所以Danger跟Risk 两个有点差别 而且Risk它不但是危险 它还有风险 风险比危险 危险就是说你可能人啊 破了车祸 这个战争啊 Risk风险 可能投资股票有风险 或者帮人做饱风险 所以它用的比较广一点 买了新裤子跟裙子 I bought new pants and skirts 这裤子 跟裙子两个用法 两个的文法上不太一样 怎么说呢 它的单复数形态不一样 这个Bout是过去式 现在是B-U-I-B-I 因为我们一般造句用过去式 Pants 它几乎都是用复数 那你说裤子是一条吗 你说我买一条 可是还是用Pants 为什么呢 因为英文的观念它是两条裤管 两个裤脚 所以它这个叫复数 复数名词 所以英文的名词有三种 就是单复数的形态有三种 第一种就是该用单复 该用复数 再看情况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 它几乎都用单复 像People 没有S Police 没有S Machinery 机器 没有S 那第三种就是 它几乎都用复数型 Pants 因为它是裤管 或者另外一个裤子 是Trosers 裤子可以用Pants 也可以用Trosers 也是复数 那裤子就不用了 裤子就是 刚才讲第一种情况 单复复数 不一样 那这边说 可能买了好几条裤子 好几条裤子 不然你可以用 一条裤子可以 A skirt 所以它们两个用法不一样 这是英文的观念 跟我们的中文的观念 不太一样 这烟火很壮观 Skyrocket 是高空烟火 有天空吗 有天空 一般Firework 那就不一定是天空 所以像高空火箭 高空火箭 我们一般就讲烟火 就射的很高 会散开来很漂亮 各种不一样 Fantastic 很棒 很壮观 所以我们说很壮观 很棒 英文很多 你也可以用 所以我们这只是例句 你可以用很多 Fantastic 你可以用Super Great Spectacular Fantastic Fantastic 可以用很多 所以我们在有一期里面说 光是很棒啊 很壮观啊 很伟大啊 很好啊 类似这种赞美的 可以搞到几十个字 几十个字都用了出来 反正英文这种字很多 比如你很笨 那个笨 形容笨的字很多 形容很聪明 形容很好 很坏 很壮观 所以英文就是一个 一个基本的 就是说 如果你越常用的 就是越实用的字 它那个同意字 或近意字 越多 越少用的越少 这是很合理的 把鱼鳞刮掉 我们用Scale 那有的英文还不错 说Scale不是 秤吗 天平吗 没错 它可以是秤 天平 那名词 可它也是可以当鱼鳞 所以这个一字多一啊 也可以Scale 名词也可以当天平 当鱼鳞 那动词呢 也可以说秤 秤东西 也可以说把鱼鳞刮掉 像那个 Scan 皮肤 你可以说那个 它是名词 也可以说啊 皮肤磨伤了 摩擦了 或者把皮肤弄破了 也可以用动词 所以很多字 名词 它也可以是动词 一字多词性 一字多意 同意字 近意字 反意字 自首字 字根 字尾 这些都是英文的一些 一些衍生出来的东西 所以英文要好 要方方面面的 不是说 我单字记多少啦 然后我多看一些文章 因为文章是善的 这个 乱的 因为你每天看哪些都不知道 所以呢 像我们这个视频就是全部系统的 一字多译 全部找 全部列出来 正确发音 哪些常用字怎么发音 成语造句 把一些成语全部找出来 就是系统性的 那这个极大成的是英文密集 里面什么都有 方方面面包罗万象 不要把这个夹抠掉 就结痂 就皮肤有点小伤破掉了 像是流点血啦 你擦点药什么 他慢慢会结痂 结痂就皮肤 他自我保护系统 所以 人的身体是自己保护 所以 医生 医生 为什么叫病人多休息 就是 自我 自我保护 所以人身体有免疫系统 还要自动修复系统 所以休息是最好 所以有时候你感冒 你不用吃药 不打针不看一下也没关系 你就在家多休息 那身体会自然治好 只是说你吃药 打针会快一点 可它有些副作用 你身体会慢慢习惯 有那个药东西不好 所以医生就说 医生就说 感冒多喝开水 少去公共场所 多休息 那医生反而没有说 感冒 赶快来看病 赶快打针 赶快吃药 没有 那是你去找他 他就叫你多休息 多喝开水 这个 少去公共场所 免得 进一步感染 或者你感染给别人 我们说 Don't remove the scap 这家就用 scap Don't remove remove remove就是去除掉 去掉 move就是 移动 移动 这个 去除掉 scap 这个家 所以我们这个 可以学一个字 scap 他家的起居室 一般我们也讲客厅 因为外国有时候家里大 还分那个大客厅 小客厅 起居室 起居室 如果家里大的话 起居室就加入活动 客厅就是招待 亲朋好友 那一般台湾家庭比较小 就是怕的就是客厅 所以台湾有一个建筑大师 他设计的房子呢 就很奇怪 房子 那个每一户空间不一定小 可是他客厅就很小 这个 这个 卧室 很大 人家问他说 奇怪 你这房子设计 你是台湾建筑 首期一指的 为什么房子这样 他说 他解释 因为呢 你房间你每天都那个 卧室了 每天都用 大一点 客厅 这个 哪有了一天到晚 亲戚朋友来的 没有 所以他说 所以他说 越用得到的地方 他就设计大一点 客厅是小一点 可是大家常常 回家以后 这个 就在房间里休息 用的比较多 或者餐厅用 大一点 一个一家人吃饭 可是客厅呢 用的少一点 招待亲戚朋友比较少 来说我家里也要用啊 没有啊 大概这个吃完饭以后就是 小孩就跑到房间去了 啊 那个大人可能在房间看 所以这个 顺便提一下啊 这有种观念 我说是在停车场 my car is at a parking lot 停车场就是parking lot 你有什么意图 意图 intention 意图就是intention 然后 我弟弟可以唱高音 my brother can sing high pitch pitch就是 音调的高低 high pitch 然后pitch 它这个字很复杂 也可以当 也可以投球 所以投手投球叫pitch 也可以当平平灌灌 糊糊啊 这个什么 糊啊 灌啊 摁啊 也可以当pitch 也可以当历轻 啊 就薄油 所以这个意思很多 啊 首相辞职 the premiere resign 辞职就是resign 首相 这是音识的讲法 premiere 又有人念 第一个音节 premiere都可以 resign就是辞职 这一集讲到这里